这期视频全程都能暖显 你们看恐怖片是不是越看越害怕 越害怕就越想看 那这期一定是你多看一眼原地去世 少看一共爆汗周深的高分肯定 真的很适合什么 屈家 深夜 裹着被子抱着门神看 你这次 但你们不会以为看恐怖片只有感官的事情 我已经死了 星辰代谢知道吧 人的身体在大脑产生情绪反馈的时候 会分泌一定的肾上腺素 这分泌量越多 代谢量就消耗越大 而害怕就是肾上腺素分泌最多的情绪 看90分钟的恐怖片相当于慢跑半小时 而且片子越吓人 减肥效果就越好 你看看 看恐怖片不仅能和对象拉近距离 还能减肥 一箭双鸟 一石二鸟 一举两得 那以像我说这些电影啊 基本上全程无外地 听说有的还是根据真实实现改变 特别是最后一步 好了 高女开始 哇 豆瓣评分8.7 恐怖指数4.5颗星的精魂系列 这个可是真正意义上刷新偶的恐怖片的理解 温子仁导演的恐怖片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毫不夸张啊 只要片头看到温子仁这三个字 我就立马躲进被子里 尤其是电剧精魂1 画面暴力血清 但又满藏玄机 那剧情呢每当发展的时候就直撞而下 并马翻转 特别是最后一分钟 一定要谨慎观看 那恐怖分娃真是麻捏的死死的 一整个片子看下来 那鸡皮疙瘩的提升 那种感觉你们体验下就知道了 真的超赞 下面这一部 是一个在电影院看电影院闹鬼的故事 这部能带动观众探究故事来龙的片子 也是一部处处都能让你气死极恐的片子 那就是豆瓣评分7.1 恐怖指数4.5颗星 被泰国人称为泰国恐怖片之首的 嗯 降临 大家你们代入想一想啊 屏幕里面真演着福桑嫂死亡的那段戏 而所有的观众都在聚集会神地盯着屏幕 而屏幕里的福桑嫂 真用着仇恨的眼神盯着蛮长的 我鸡皮疙瘩得又起来了 反正我看完这部片子 现在一句电影眼前满脑子都是那个画面 而且在家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把灯全都打开 还是一部三回头的那种 所以啊 这部片子强烈的建议你们在家用头领离看 而且还要和对象躲在被子里看 一起来感受一下肾上腺素分泌打来的快感 下面这部恐怖片啊 骨灰及二号手看到一定会异常兴奋 冬半评分8.2 恐怖指数4颗星 不成月 这部片子啊 在国内外那口碑都是伴受推崇的 很欣喜的悬疑提三 反转再反转的人物属性 再加上脑洞大开的惊悚情节 让你永远都猜不到结尾 反正我看完之后 真的是头皮发麻 狂输裹碎 剧情全程高能 那在这儿呢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多说一句啊 都是剧透 那偏欢的小伙伴呢 搬好板蛋 可以去看吧 前面这几个进口的虽然刺激 但是咱们国产的恐怖片 也不容小觑 豆瓣皮温6.8的重鞋 6.5的进尾食法 等等等等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如果说 山村老师不在这批清单里 我第一个不同意 我猜得没错的话 他一定都是你们的头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